哈喽,大家好,我是有哥 最近版本也是更新了大圣诞树和小圣诞树的玩法 小圣诞树大家都做过浇水任务就知道 其实物资不是很肥的 那我们就比较关注大圣诞树了 大圣诞树在右下角显示圣诞模式时才会刷出 物资非常的丰富 有圣诞星绕枪,跳舞雷 以及能够爆出高级物资的苹果 接下来我们去找一找整个地图所有刷新圣诞树的地点 看一下能有什么东西吧 如大家所见,我现在身上有9发信号枪的子弹 以及18个苹果 我们先来爆一下这个苹果 看一下这18个苹果都能够分别爆出一些什么样的物资 爆出的装备可以看出有5种 三头三甲三包以及医疗箱和肾上腺素 这还不是重点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9发信号枪的子弹全部发射 接下来就是飞机挥来挥去的画面了 9个圣诞空头像全部砸脸 这种感觉就非常爽了 最后一个圣诞空头箱已经降落完成 我们看一下这前面 整个画面里面9个圣诞空头箱 这种画面可以说是难得一见了 那空头箱落了,我们肯定是要减物资嘛 我们把这个9个圣诞空头箱里面的物资全部捡起来和这18个苹果物资放在一起 等于是高级物资和空头物资的一个结合 OK,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这地上 就是9个圣诞空头箱以及18个苹果该有的一个装备了 如果你有收集屁或者是一个舔包怪 看到这个画面你应该满足了吧 感觉已经到达了人生巅峰 吉利福也是里面的装备,我们也先放回去 9个圣诞三季头也是非常的显眼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个画面了 因为这个毒券已经开始准备收缩 最后相信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个刷新点 我看网上有一些是个截图 其实不是特别的完整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截图 左边是雪地,右边是海岛 雪地图有7个刷新点 那海岛头的话是有9个刷新点的 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海岛地图出生岛 以及雪地地图的中央公园 也就是一个出生位置 这两个地方虽然是有圣诞树 但是是没有圣诞礼物盒的 大家就不要浪费时间去这两个地方了 喜欢视频别忘了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